我是要宣佈 口罩令將會在明日 即是3月1日 全面取消 包括室內、戶外 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都取消 我這個決定是基於以下的考慮 第一 數據顯示 第二 本港的新冠疫情受控 是沒有大的反彈跡象 第二 香港已經建立了 廣泛和全面的防疫平障 第三 重點人群是沒有出現爆發 包括醫院、老人院和學校等等 第四 病毒變異 是沒有大的變懷情況 第五 是傳統的冬季流感 以及呼吸度感染的高風期 接近尾聲 整體風險可控 我認為 現在是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去全面取消口罩令 但是為了保護高危的群組 一些高風險的地方 包括醫院、老人院等 有關場所的負責人 可以以行政指令 要求在場或訪客戴口罩 去減低風險 去減低風險 接近尾聲